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习近平多次表示要依法治国 此后呢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直让人纠结 不久前河南省一个县法院的院长就表示 在党性和人性冲突的时候 我们论党性不论人性 党性与人性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 又成为中共的一块心病 随着《新婚之夜抄党章》的故事引发广泛的关注 中国党性斗人性的画风似乎已经无法回避 那么人性、司法、政党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 党性猖狂是否导致人性的泯灭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人权组织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 以及美国家徒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 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杨建利博士 关于这个抄党章或者《新婚之夜》抄党章 这个事儿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笑话了 至少不说国际笑话 也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笑话 网上各种各样的恶搞讽刺 甚至连古诗都被经过改装 来符合抄党章的需要 请你给我们讲一讲 你看到的有什么好玩的段子 对 我觉得今天因为你说要讲抄党章的题目 我专门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来 显得比较喜庆一点 党章的封面就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中国人民还挺幸福的 有时有这么样超级笑话 每天的发声 有时笑一笑也挺高兴 但是这里边表现出了一个虚假 就是你说它是真正的人性和党性斗吗 但也不一定 我觉得是一个人的恶性给爆发出来 因为要虚假才能得到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当然我不想一开始不想这么严肃 中国人以前有一个问候的俗语 叫什么呢 吃了吗 但是你不好问人家睡了吗 现在有了 见了面就可以抄了吗 你抄党章了吗 对吧 因为这个抄党章这个东西给人家无限的想象 现在有一些把它想象抄党章和某件事情就连在一起了 我就想象一个情景在街上 如果一个小姐 大哥 你要和我一起抄党章吗 大哥 你要和我一起抄党章吗 这个隐秽 对 大哥 你要和我一起抄党章吗 我要的价钱不贵 这就是开这种玩笑 当然很多的这个股师也被恶搞了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习近平身上 习近平应该怎么讲呢 习近平竟无一难而抄党章 谁的 我们这种玩笑可以无限的这么发展下去 过去的一个段子 这个是真实的 发生在文革期间 一对新婚丰富 第二天那个新娘子跑到党委去告状 他跟党委书记说 他说昨天晚上我丈夫对我耍流氓 党委书记说怎么回事 他把那情况讲了一遍 后来党委书记哈哈大笑 说那你结婚为了什么 结婚就为了在一块干革命啊 谁知道他对我耍流氓 就那个时候是由于性无知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宣传这方面的东西 而现在呢我想没有这个问题了 大家都这个这些都不是秘密了 但是这个时候再装新婚之夜操党章 那就是说不是说什么他不懂 而是说他内心的那种所谓党性要超越人性 我觉得都不是党都不是党性 叶良你想想他真的没相信共产党吗 他不是他实际上他这样做 他觉得有好处 他完全知道党也是胡闹 但是呢这样做了 他能得到好处至少没有坏处 甚至你说这是党性 我都觉得不相信是 我看到解放军报上 今天发表一个评论 说是要防止这种精美的形式主义 对 夏教授你认为这是不是一种 非常计算 我觉得这种精美计算 对 故意的这种做作啊 在文革期间也有很多 假表现假积极 造了很多的东西 很极端的东西 包括这个不顾自己家人 专门去为这个公家 为组织上去做什么事情 还有过去的宣传那些东西 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 比如自己母亲病重 就要快死了 他都不去 他要为党的事业去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都是宣传这个党性 高于人性的这个典范 那么这样的做法呢 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 这样一个进一步深化 如果有了这些东西 那文革再现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文革中啊 这种东西很多 但是呢 我觉得 它虚假的成分 还是少一些 因为那些人 有时因为信息的原因 洗脑的原因 还有那个时代的 特定的环境所造成 使得他觉得 这个就是党 应该相信他 至少这个党 他认为是这样的 也许周围有些人不是这样 我要相信他 我要好好表现 但到了今天 这个信息这么发达 我们又到了这个时代 没有人认为党 是真正的 非常严肃的 执行这个党章的 所以这里边的虚假性 就更大 所以你说它是党性 我都觉得很难 用党性来描述 实际上就是党 利用党的这个系统和工具 把人的这个恶的东西 虚假的恶的东西 这个调动出来 去压制善和真实 我觉得可能是 这么一回事 那么在文革中 我们刚才我给叶良讲 我说你还记着 老两口学猫血 他说我都会唱 我们都演过 我们都会唱 那个什么 宣传队都演过 收了工吃罢了饭 吃了饭 老两口儿 要学哪一天 学这个阶级分析 阶级斗争 敌人天天要让我们变天 等等这些是吧 那时候你想想 可能有些人 还真正的相信 阶级斗争 就是说 阶级敌人还真的想 把我们变天了 到今天谁有人相信呢 所以这个虚假性 就更强 再加上如果说 党性和人性的话 老头老太太 也没多少事要干了 学学毛选 也还可以 在这个洞房花中夜 学毛选 这就有点太牵强了吧 有好多好事可以做 是不是 叶梁过去我们经常会听到社会对于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这种讨论 我们知道人民日报的前社长胡继伟先生还有王若水先生等等 他们在这场理论的辩论当中都是起到了非常先锋的作用 就是说你一个党性不能超越人民性不能和人民性对立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讨论是党性和人性 那么河南那位法院的院长他就提了党性是人性光辉一面的结晶体 当党性和人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只论党性不论人性 那么你认为对这种说法你有什么反应 首先呢人民性它是归源于人性 因为人性呢它有这个普世价值在里边 一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 那么如果要是讲否定了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 否定了人性那也就没有人民性 那如果光强调党性的话 那就是一个小团体的甚至黑社会的这个利益 把黑社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高于这个全体民众 高于一个民族 高于这个人性 那就是说明这个黑社会它可以不择手段 它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就是说当这两性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还要服从党性 那只能说明它只能服从黑社会的规则 而不能服从人性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普世价值 实际上在胡温统治的后期 在中国有一个口号是非常这个普遍使用的 叫以人文本 是 对 然后有三个东西的统一 是党的领导 这个依法治国 还有人民利益统一 实际上那时候到了习近平上台的初期 人民如果公开的讲党性压倒人性 是羞羞达达不敢讲的 然后你还记得吗 有一个法大还是党大的讨论前段时间 对 那从那个开始以后 习近平就明确的表示出来 一开始含含糊糊 后来就是还是党大 然后再加上最近什么都姓党了 所以这个党性压倒人性 这个就堂而皇之地出来了 已经不羞羞达达了 所以这个现象可以说基本上是习近平带来的现象 在胡温时期都没有 好的 我们听听几位听众观众对于这个新婚之夜抄党章 党性压倒人性的看法 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保身 叶良 保身 杨建立 好 我现在分两个部分讲一下 第一个部分是说 超党章又是一种极端的事件的话 在宋冠言室上在作为 超党章的话那是本身 那都是一种极端的东西 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是在说什么 说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和亚当斯密的伯父论 这我都看过 也看过的话就是毛泽东对胡温我也都看过 如果要让我选择我选择说是这个社会主义 可是的话要说是 世界为啥那些社会主义国家 让这一面只有中国的信赖 也就是说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 资本论 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已经把这极端化 独裁批的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毛泽东的话建立中国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要是难道时代来讲 毛泽东还是比较合格的 但是中国作业来也多少偏多 但是正常平时代是有点有多少偏用 所以说的话现在金铭同志 如果要说是有这个的话 就是智慧 应该把社会主义的话 一个格子化和固定化 能够的话真正实现民主法治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 它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的愿望 所以说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主义 才是正确的轨道 好的谢谢梁宁的孙先生 今天来参加讨论的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管仲 管仲临死以前 他说他对这个齐桓公说 他说有一个人是绝对不能用的 他就是这个人 他把自己孩子的肉烹熟了以后 给皇帝给这个齐桓公吃 是吧 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 他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狠毒 以后对你会更加狠毒 是吧 新闻之夜抄党章 跟这个性质我觉得是一样的 因为什么 新闻之夜你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你过新生活这不是很正常 田径第一吗 你怎么操党章呢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是吧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向组织靠拢的这些人 是最自私的人 是吧 他们的心里是最阴暗的 可以说最官迷的人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贺北李先生 接下来是浙江的方先生 方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二位嘉宾好 你好 请讲 我觉得最具有党性的 模糊于当今坐在最高权力宝座的习先生的母亲 五十年前 当习为他的父亲被挂牌 揪斗时 说了句反动的话后 不久 在同时被揪到台上批斗之时 坐在台下的习的母亲 也同时喊起了 打倒习近平 这个就是最高的党性 我都画完了 谢谢浙江的方先生 河北李先生和浙江方先生 讲的这两个事情确实让人发人深省 一个是中国古代的这么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 他本身家里发生的事情 你们二位各个谈谈你们的想法 叶良你先谈 首先呢 刚才还讲了一个 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有一次习近平被关 后来跑回来了 跑回来以后下的大雨 浑身冻的发抖 然后要吃点东西 他妈妈竟然非常的没有人性的 叫他赶紧回去 而且不回去就举报 打电话叫单位要把他带走 当然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保 但是他这个母亲 在当时的那些干部群体里边 也是比较少见的 所谓党性占据了上风 人性呢就是处于边缘 所以我想现在新移民提的东西 恐怕潜意识中继承了 他母亲的一些特点 我相信他父亲都不会这样 那么这一点呢 刚才讲到那个人性和党性的这个 我觉得河北李先生讲的很好 那么一个人如果他六亲不认的话 这种人你指望他中军 或者你指望他对人民好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这个所有的在泯灭人性的这个行为上 都有一些行为的这个失忆行为者 失忆行为者如果手中有权力呢 他就开始找理论了 他一定要把这个合法化 理论化 说明正当化 所以共产党的很多的理论 就是为了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 做找一个说辞 你当时这个习近平的母亲 肯定他自己那一刻他一定想 他肯定不会想 我怎么会不心疼我的儿子 他脑子想的东西是 我怎么找个办法来说服我自己 做这事情是对的 他一定想 当时你要是放在自己的角度上 把自己放在他的角度上去想的话 他可能想到了我为了党 或什么有可能 也可能说自保等等 是相当复杂的 他并不是这个 他并不是说一为的思考 所以实际上呢 从这些事件上呢 我就慢慢地总结出来一条 就是说实际上呢 也不能怪罪他的母亲 也不能怪罪所有这些人 一个好的社会 就是不能把人放在那样的道德 这个考验的这个情况下去考验他 你想你把一个 我把你 一个社会总是把你放在那个 你一个社会 一个体制 对啊 总是给你放在 本身就是不到 就是我本身就老是给你这样的题目 说保生啊 你是救你老婆 还是救你母亲 你天天给这种题目 这个社会肯定是个不正常的 非人性的一个社会 另外讲到对政客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看啊 就是无论这个政客 他讲的在政治上多么正确 如果他违背人性 他经常做一些 伤天害理的 违背人伦的事情 那这样的政客显然是不可被信任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那么我们看到 包括海外民运 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有的人说 他反共反的很坚决啊 但是整起自己的同类的时候 他也用共产党那一套 阶级斗争的那个手段啊 那这样的人肯定你是不能信任的 所以说呢 我们讲就是说 看一个人 不能光看他的所谓的政治正确 一定要看他 能不能就有人的这个基本的特征 人性要占据上风 如果是党性占据上风 阶级斗争占据上风 那这样的人 就算是打倒了共产党 他仍然是不能被信任的 叶良提这个非常重要 实际上每一个政治力量 这个阵营里边 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 如果你把这个政治正确 无限的夸大 那每个人都可以 以政治正确作为掩护 来行不易的事情 包括对亲人 包括到朋友 他都会用这个政治正确进行掩盖 所以现在的中国 也是用一个政治正确的掩盖 你看做了多少坏事 实际上这两个小夫妻 也不是真正相信党 但是他有个政治正确的盖子 我就可以做作假 对不对 有个政治正确 抗日是政治正确的 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街上 骑砸骑车 对不对 所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 可怕的政治正确 包括民运中也是 并不是高调的反共 你的道德就是对的 你的道德就是高的 或者你就不做制高点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经常的反省 那么谈到这个新婚之夜 抄党章呢 其实这也是有它一定的政治背景 我们知道今年二月份 中共中央中办发出了一个通知 要两学一做 我查了一下 是要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学系列讲话 当然是习近平的系列讲话 然后做合格的党员 上有所好 下壁慎言 那么各地的党组织 于是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抄党章就是其中的之一 中共中央的党章 总共有11章 53条 再加上一个总纲 有人统计说 是有17000多字 那么你 咱们就说 你要对党员进行教育的话 也不能通过这种超党纲的形式 来进行 你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党员的意识 作为一个合格党员 遵守你中共的各项纪律 那么你超党章的意思是什么呢 练书法 于是所有的人都把自己 超党章的东西 刚才我们在屏幕上也显示了很多 自己用毛笔 纲笔 各种各样的 像书法沾了一样 拍照下来 放在微信上 放在社交媒体上 以显示 我做了这件事情 那么我想 新婚之夜 超党章 也是这么出来的 对 这里还是这样 对 我先讲一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 90多年来 他们干了一些什么事情 他们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 改造人性 他们认为 这个党的力量 会能够超越人性 本身具有的力量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在这个阶级斗争 这样一个歧视下 他基本上实现了他这个目标 如果没有实现的话 他要反复的进行各种运动来实现 你看1949年之后 共产党进行了多少次运动 大家统计了一下 从1949年到1976年 就有55次运动之多 平均一年都不止一次运动 那么他这个 所谓建国初期 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后 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对各行各业的这种 思想上的控制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说他的共产党从来都是要改造人性 改造思想 但他改造的成功吗 他对自己的思想改造的怎么样 他们最后还不是一群贪官污吏 他的思想能进步到哪里 到现在了 到今天跟这个60多年前 50多年前那些贪官思想 不是还是一样的吗 甚至还变本加厉 那个时候还有一点 纯真的还追求美好理想的一个想法 现在更加污浊 实际上这个现象 我想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读它 这个实际上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模式 一个理论模式 叫做发信号 这个做这个理论的几个人 都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 他不断地要发信号 表示某种东西 这信号呢 他有时不能直接发 就是说比如说宝神 你有多少能力 你没办法的 你说我很有能力 人家不相信你的 你得用其他办法发出来 这个哈维尔曾经在他的杂文中写到 一个卖蔬菜的一个老板 店老板的共产党统治时期了 他在这个 你说的杰克的前总统哈维尔 他这个贴了说 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这个哈维尔就在那个文章里讲 说这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和你卖菜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没有 但是这是表面看 实际上有关系 关系在哪里呢 就是老百姓用这种方法来告诉政府 我接受你的统治 接受你的统治 政府通过这个办法来了解 我的统治还有效 你想想这么奇怪的事情 洞房抄党章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老百姓愿意做 至少他在照片上放出来 愿意去接受这种形式 这说明给他的上级 和他的更上上级表示 我愿意服从你的领导 我愿意好好表现 它是一种发信号的方法 这是一种统治术 这个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这个呢 在中国它是处在这么一个现象中 就说 讲假话的人 咱们说习近平 还有他的这个共产党的政府 讲假话的人 知道别人知道他在讲假话 他在讲假话 那么听的人也知道他在讲假话 也知道讲假话的人知道 我知道他讲假话 为什么还要讲 这是一种统治术 就是要双方都要发出信号 我要统治你 你接受不接受 他说我接受 你看我洞房抄花注意 洞房这个花注意抄党章 我还能不接受吗 你这么怪的事情 我都愿意做 我对你接受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含义 这个就理解啊 他这种信号显示呢 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信号 他现在看起来 大家表面上都在支持这个政权 但是哪一天 当这个政权倒的时候呢 这些抄党章的人 可能第一个跳出来 对 表现得比谁还要 转弯比谁还要快 但是呢 如果让你去抄 你抄不抄 你不抄 当然不会抄 就是说 对于这个做假的成本 你觉得第一 你就去做了 这说明你可以统治它 所以这里边有很细致的 这个经济学 去这个推论的 也属于哲学社会科学 我们应该开创一个 新的哲学社会科学 就是假话学 假话反映出什么 为什么要说假话 听假话 表示接受假话 同时也去流传假话 还互相都知道 所以这里边是由统治的现实造成 是 谈到中共呢 我们现在知道 中共号称有八千多万党员 现在我今天上网呢 我就是查中共党章 看到非常有好玩的 有几个帖子 一个说 求学习党章体会 即用 一千五百字 一千五百字左右即可 另外一个是 求入党申请书 两千字左右即可 那这正好说明了现在 它中共现在 号称有八千多万党员 实际上真正相信 共产党信念 服从党章 愿为所谓中共党的理念 而奋斗的人 究竟有多少 这个叶良 你有没有 首先呢 你看他现在已经是 接近九千万 八千七百万党员 这么庞大的群体里边 有多少真正愿意 按照他们的过去的说法 为共产主义而献身 现在有几个愿意献身的 对吧 其实他早已把共产主义 这套理论素质高格了 它只是一个幌子 它其实大家知道 你入了党 就比别人多一层保护一 就是如果要是进行 这个制裁犯错误的时候 最后说开除 在党内处分 或者是保留党籍 或者开除党籍 这都比那个普通老百姓 还多几个保护层呢 所以有很多人入党 是为了做官 另外呢 就是犯法了 也比别人多一点保护层 所以基本上 有几个人会真正相信他呢 包括最高领导人 你看看江泽民 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哪跟共产主义 有什么半点关系吗 他江泽民一个著名的名言 叫闷声发大财 所以在他们那个看来 他们的价值观 就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他没有自己的理想 最后40秒 40秒 我觉得刚才一开头 我说中国人民很幸福 有这么多笑话 这引号的 但是中国人民也很幽默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注意到这么一个事情 同样是在江西 江西是东方抄党章的 对 同样是在江西 访民到法院面前 大家坐的两排 在那抄党章 而且打出标语 要求法院的副院长 做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 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在监狱的时候 在秦城关的时候 那个看我的警察 我当时单独关押 没人给我说话 那个警察有一次一打开 他说508 我当时的代号是508 他说你什么这个学历 我说是博士 能给我写个入党申请书吗 当时我就给他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 说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 那最后呢 我就觉得 他肯定入党了 肯定入党 你写的博士写的非常好 然后呢 我一讲 现在大家都开始表现 连这个谁 这个阿K也开始表现 那阿K表现呢 他找党章 他就说 我妈我要和你抄党章 好的 时间的关系 对对对 这是大家谈 关于洞房之夜抄党章的讨论 就进到这里 感谢杨建立博士和夏宜良博士 参加节目的讨论 也感谢各位听众 观众和网友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VUA卫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